学的会用得着的家常菜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好吃的下酒小零食 盐焗花生米 做法非常的简单 准备花生米一斤 清水洗干净 再准备香料有 葱姜 八角 桂皮 香叶 花椒 白克和沙仁 把香料洗干净 锅中水烧干后 放入香料 调成小火煮上十分钟 把香味都煮出了 十分钟后关火 倒入花生米 浸泡十分钟 泡好后把花生米逆出 剪出里面的葱姜 其他的香料留着 另起锅 我们倒入和花生米同比例的食盐 开小火 先把盐炒热 我用的是细氧 如果有醋盐 我们就用醋盐来炒 盐炒热之后 下入花生米和里面的香料 开着小火慢慢的炒 过程中不断的翻动 花生米刚下锅的时候呢 带着水分 炒的时候就会沾的盐 炒着炒的水分炒干 盐就自然脱落了 接着我们还是慢慢的炒 过程中不断的翻动 防止底下的盐和花生米浮掉 盐脱落之后呢 大概大概炒上15分钟 至20分钟左右 当天听到花生米 噼噼噼噼炸开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用个漏网 把盐和香料过滤出来 这样盐炒花生米就做好了 非常的香脆 带着皮湿可能会稍微有点甜 轻轻的把皮搓就掉了 这个味道呢 比油炸花生米还好吃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